全油管最快新闻 河马创始人间仇侯毅 因年满60岁宣布正式退休 将出任首席荣誉顾问 现任负严小蕾兼任曹 河马大润发等新零售企业 抛售传言为10 亏损难题为基业 河马将面临新挑战 阿里新零售策略调整 宣布玻璃非和新业务 河马大润发可能面临大撤退 命运大撤 河马的未来还充满变数 需要进一步观察 订阅新闻急速的 最先知小天下事